我是Enter,歡迎收看Enterbox 這次我們要開箱的機殼是 Fractal Design Define 7 Compact 我們下面就簡稱是D7C啦 影片標題說的也是真的喔 這台機殼真的是天字一號 序號00001 全世界量產的第一台耶 哇,這個紀念意義非凡啊 剛好前陣子朋友說他想要組電腦 剛好也提到他說想要找玻璃側頭的機殼 那這麼一款有紀念意義的機殼就送給他當禮物好了 這款D7C主要就是延續前一代Define C的市場 所以他主機板也一樣最大支援到ATX尺寸 那售價和體積也都比旗艦系列的Define小商一截 設計與會和做工方面都沒有打折 但是價格方面給了一些甜頭 那在外觀方面乍看之下 你絕對會以為他就是Define C或Define 7 好,那價格的部分 目前知道的消息是總共會有三款都是黑色的 靜音版的價格是3899 玻璃版的一如既往 分為拳透玻璃跟熏黑玻璃兩種 價格都是4199 明天6月4號在通路就可以買到了 顏色方面目前真的就只有黑色 原本想說會不會跟Define Compact一樣出個白色 但目前D7 Compact並沒有白色的計畫 看完機殼的選擇 我們來看看其他零件的搭配 最主張的CPU選擇的是AMD Ryzen三代 雖然Intel 10代梳理器已經上場應戰了 但是AMD的香味還是不減耶 這次選擇的是6核心6直行序的3500X 散熱方面就沒有額外更換了 直接用原廠提供的散熱器 主機板選擇的是最近大跳水的華碩 ROG Crosshair 6 Hero Wi-Fi 下面就簡稱C6H 現在通路上如果你是搭板或搭機買的話 價格都是2990 雖然它是前兩代的X370 但是可以在3000塊的價格買到5年保護的ROG 還是覺得蠻划算的耶 而且這張主機板原價也要1萬塊左右了 像是這樣高階的板子 它的IO真的非常棒 光是後製的USB就有14格耶 還有包括了USB 3.2 Gen2 10G 其他的像是SATA RGB 也比目前同價位的主機板 還要豐富非常多 而且它還有支援前置的USB 3.2 Gen2 10G 這就剛好可以搭配到D7C 它前置有一個USB Type-C 也是支援USB 3.2 Gen2的 這樣就可以在前置享受到非常快的速度 即便是最近剛推出的B550 很多板子其實都還沒有這個規格 速略看了一下華碩的板子 也只有最高階的ROG Strix B550 eGaming 有前置USB 10G的規格 之所以沒有選擇B550 還是考量到這個產品上市還有一些時間 所以就先略過 那B550的優勢是它有PCIe Gen4 而隔壁家哀皇它到11代才給你耶 現在A家連中階主機板都支援了 此外B550也支援未來的CPU 所以它的升級彈性會更高 我們接下來也會開箱 所以記得要訂閱Enterbox 那這一台X370未來即便要升級 到時也可以找找看二手的CPU 估計價格應該不會太貴 而且板子是ROG C6H 供電這部分上到高階的CPU是沒有問題的 那35年後換個3700X 6核心6執行序變成8核心16執行序 欸 岂不美哉 那記憶體的部分選擇的是客戶的 普條16GB DDR4 2666 那主要理由就是因為便宜實惠 新手也沒有要超頻嘛 那假設也會有更重的需求 或是開始想玩超頻的才就換好一點的 儲存方面當然是選擇固態硬碟啦 這次選擇的是PCIe Gen300 for SSD 就是我們之前在影片中介紹給大家的 威剛 XPG SX8200 Pro 1TB 主要理由也是因為價格經濟實惠 而且前一陣子還有特價喔 4000塊左右就有1TB的容量 而且速度方面也有很好的表現 這次實測讀取有3300多MB 寫入也有3100多MB 原廠保固5年就跟主機板一樣 主控是SMI SM2262 1NG 儲存顆粒是紫光的 不過細查軟體後發現 欸這顆顆粒其實是Intel的耶 這樣應該算賺到吧 接著講到顯示卡的部分 由於這顆CPU是沒有內顯晶片的 而且ASUS C6H這張主機板也是沒有影像輸出 所以一定要配一張顯示卡 那這套桌機它最終會用的是一張中介的顯示卡 但是還沒有到過 所以我們就先拿手邊的亮機卡 華碩 ROG Screex RX 5700 XT 58G GAMING 欸沒有錯 這樣子AMD一家 華碩一家就有團圓啦 而且這張顯卡是目前華碩最高階的RX 5700 XT 價格大概一萬五左右 按照目前的價格 這張亮機卡 大概就佔了整台電腦一半的價格了 好 那為了推這張亮機卡 電源供應器原本是想說用個650W的 但後來想到啊那一顆電源供應器是SFX規格的 加上這個機殼也不小 但這模組線可能是不夠長啦 所以這邊就冒險一點啦 手邊剛好有一顆酷媽的MWE銅牌V2 450W 其實這顆目前在銅路還是蠻便宜的 大概1500塊而已 是比較入門的電源供應器 而且相較上一代呢 新款的V2版本其實才多100塊 但是保護從3年拉到5年 而這個顯卡RX 5700 XT配上450W的電源 大家平常配電腦的時候 千萬不要這樣做 那這邊就有一個很大的挑戰啦 究竟酷媽450W能不能推動這整套設備呢 哇實在是有點陡啊 最後是有跑完所有的跑分測試 也沒有什麼異樣 那從AC功率機上面看到 當在跑3DMark的時候 整機功耗在380W到400W之間 哇真的是挺嚇人的 再次強調這不是一個好榜樣 大家組電腦的時候別這樣做喔 螢幕方面就沒有上到ROG了 不過這是英文Tough Gaming 最近有出一台很猛的螢幕 螢幕解析度雖然只有4HD 但是螢幕刷新率可以到280Hz耶 這規格真的是high翻了 幾乎是一般電競螢幕 144Hz的兩倍啦 而且價格也不會說貴到買不起 它定價是10900 實際上通路大概購買的話 1萬塊之內就可以到手了 在機構方面華碩也做得相當不錯 移動起來都蠻順手的 那這個支架它可以左右調整 上下調整 仰角調整 也可以旋轉數值都行 所以非常方便 那接下來的組裝環節也比較不同 這次我們企劃直接讓新手自己 來組裝自己的第一台桌機 那我們就看一下一些片段 我們在社群的部分 在这次观察新手实际组装的过程 发现像Fractal Design这种主打设计 还有细节做工比较好的机壳 其实很适合作为新手组装练习的示范机 新手也比较容易会有成就感 像是机壳说明书都有简单明了的图文穿插 介绍了各个零件的安装方式 不会瞎子摸像 还有像是螺丝的包装 很多机壳都是一大包混在一起给消费者 但是Fractal Design的小螺丝都有分门别类包装 而且在锁的时候也比较好锁 不会像便宜做工又比较差的机壳 可能同样规格的螺丝在不同地方锁起来的力度是不一样的 而这种情况偏偏就很容易让不懂的新手 怀疑自己是不是装错东西了 那Fractal Design还有很多贴心的设计 像是机身有很多帮助理线的工具 机壳本身就像是在教新手怎么样去理线 算是平常自己在组装时没有想到原来这对新手这么有帮助 那么简单看一下CPU的效能跑分 在Cinebench R15当中 可以跑到1056分 在Cinebench R20当中可以跑到2563分 后面多跑几次分数大概落在2500分左右 所以相当不错 然后分数也比9400F还要强了 接着看到华硕这张RX5700XT的旗舰卡 在3DMark Fire Strike当中有超过2万分的好成绩 在3DMark Time Spy中也有得到8180分的好表现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邀请您订阅EnterBox 我是Enter 我们下期再会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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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频器